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这么功夫,秦文回来了,秦文出去耍钱输了,回屋子求钱,看着脸输头,一阵冷笑,呦,没怎么地就输上头了,什么时候喝郊北斩呢? 他用话讽刺,摄月也不在乎,宝玉更不在乎,你过来,我也给你输一输,哼,我可没那福分。 说着拿着钱,巴搭摔着帘子,出去了。 宝玉在摄月身后,摄月对着镜子,脸上镜子里互相看着。 宝玉向镜子里笑了笑,满屋子里就是他的话多,好磨牙。 摄月吓一跳,他知道秦文有毛病,爱听伤。 他冲镜子里摆了手,宝玉就明白了,果然,呼地声,帘子一响,秦文跑进来了,劈头就问,哎,我怎么磨牙了? 咱们倒好好说说。 摄月说,别来问人了,你快去玩你的去吧。 哼,你又护着宝玉,你等我回来,捞回本来,再给你算账。 说着他出去了。 这时宝玉也通了头,让摄月扶持着,睡了,免得惊动习人。 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清晨。 习人已经夜间发了汗,身上轻松多了,又吃了些米粥静养。 宝玉放心了,饭后,他便来到薛姨妈这边闲逛。 上文书我说过,大正月的血管放假,规格中也计真,正是闲着没事儿,大家聚到一起玩耍。 非常巧,宝玉的兄弟赵姨妈生的儿子贾桓也病好了,也过来玩。 正赶上宝钗、香陵、婴儿三个人下围棋,贾桓也和他们一块儿玩。 头一回贾桓赢了,挺高兴,二次输了,便耍起来来,不行不行,不算不算。 宝钗先贾桓急了,便喝住婴儿,可婴儿觉得委屈,嘴里嘟囔着,哼。 你耍赖,你就不如宝玉,人家从来不和我们耍赖。 一提宝玉,贾桓就火了,捅了他肺管子了,当时又急了,哼,你们都和宝玉好,就欺负我。 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了起来。 宝钗急忙,骂婴儿。 洪贾桓,好兄弟,别这么说话,叫人笑话,啊? 大家不是玩儿吗?就这么功夫。 宝玉进来了,便问怎么了,哭什么呢? 贾桓不知声? 宝玉对待他这个弟弟,从来不以大压小,以敌七术。 贾桓也不怕他,只怕的是贾母,才让三分。 宝玉问了半天,贾桓不说话,就说了一句,大争热的哭什么呢? 这里不好,就换个地方,去吧,别出玩儿去吧。 贾桓听了,气呼呼就回家了。 赵姨娘将儿子满脸泪痕,便问,你上哪儿又受气了? 啊? 贾桓便说,我同宝姐姐玩儿,婴儿欺负我,宝玉哥哥把我撵回来了。 赵姨娘一听说宝玉,火冒三丈。 呸,你没脸,谁叫你上那种场面去玩儿啊? 嗯? 下流,没脸的东西。 你说巧不巧,这会儿可巧,凤姐从窗外过。 听见赵姨娘甩闲话,凤姐败听了。 隔着窗户说,哼,大争热的又怎么了? 还兄弟一个小孩子呀,一半点错,你就该教导他,净说这些闲的淡的干什么? 还兄弟,出来,跟我玩儿去。 贾桓素日最怕凤姐,比怕王夫人还加个个子。 听见凤姐在窗外叫他,只可出来。 凤姐本来叫到一边问他,你怎么了? 为什么哭? 因为什么你娘骂你? 贾桓一说,凤姐明白了,是为下棋耍赖,便说他几句。 不好好玩儿,你跟丫头耍什么赖啊? 别忘了你还是主子呢。 你不知道自尊自重,下流样。 跟着你哥哥压根都痒痒,要不是我一回一回地拉着,早一窝心脚,把你肠子踢出来,去吧。 去个疯儿到后头,找姑娘们玩儿去吧。 放下贾桓不提,再说宝玉,在屋里和宝钗说笑,外卫人喊,宝儿爷,使大姑娘来了,在老祖宗那里叫你去一趟。 使大姑娘叫史湘云,她是贾母娘家的孙女,管贾母叫姑奶奶,她比宝玉次数小,他们从小在块儿玩儿,特别熟。 宝玉听站起来往外走,宝钗说,等等,咱们一块儿去,我也瞧下去,说着下来看,通宝玉一起来到贾母这边。 史湘云是北方姑娘,性格好爽,多少有那么点夹舌子,正然大说大笑呢,贾母眯缝眼睛,看着这个孙女乐的,合不上嘴了。 宝玉他们进来了,呦,湘云来了。 爱哥哥,快坐快坐,呦,宝姐姐,你也来了,过来过来,真热闹。 宝玉挨着黛玉坐下来,黛玉问,你从哪儿来的? 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的。 我说的吗? 在那里绊住了,不然早就飞了来了。 哎,那我只许和你玩,替你姐妹儿,就不行,我偶然去她那一趟啊。 黛玉当时就火了,这话好没意思,你去不去的管我什么,我又没叫你替我姐妹儿,从此不用你理我,说着赌气回自己房中去了。 宝玉一看,黛玉生气了,她也着急了,连忙,跟了出来,来到屋里,挨着抗边一坐。 哎,好好的,你怎么又生气了? 就是我说错了,你也该在那边坐会儿,和别人说笑一会儿啊。 可你偏又来自己闷坐。 你管我呢? 我不敢管你,只不过不愿意看你这样,你本来身子不好,在生气。 坐进坏身子啊,怪叫人心疼的。 哼,我坐进坏身子啊,我死,与你何干? 何苦呢? 大争论里,死了,活了的。 大争论里说,我偏说死,我这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啊。 宝玉说,要这么闹啊,我还怕死啊,倒不如死了干净。 说得对,要是这么闹,真不如死了干净。 哎,宝玉说,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 你别听错了,唤赖人呐。 脸儿正在这儿嘀咕嘀呢。 薛宝钗走了进来。 宝兄弟,史丹妹子等你呢。 快走,你怎么在这儿坐啊? 他推着宝玉就走了。 这一下子,黛玉更生气了。 一个人趴在窗前哭。 能有两盏茶的功夫,宝玉又回来了,为什么她不放心呢? 黛玉一看宝玉回来,更哭了。 宝玉百般解劝。 妹妹啊,你别哭,你哭我心里难过。 行了,行了,你有什么话说吧,我哪点错? 你又来干什么? 横说有人跟你玩,比我又会说,又会写,又会做,又会笑。 还怕你生气,把你拉走,你来干什么? 死活,你奔管我? 宝玉听了,急忙悄悄地说,你这么没问人,难道连叔不见亲,后不抢先这话也不知道? 咱们是姑舅亲,姑舅亲打蛇骨头还连手筋呢? 我跟表姐姐宝钗是两姨亲,论亲戚她比你输,再者说,你先来我们家,咱俩一桌吃,一个床顺。 一块儿长大,也算青梅如马,她是后来的,我能为她疏远你吗? 林黛玉就爱发喜火,前边的话她不听,她把最后这几个字抓住了。 谁叫你疏远她了? 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为的是我的心,我也是为我的心啊,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这阵贾宝玉要是给林黛玉唱成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该多好,可惜那年头还没这首歌呢。 咱们再说黛玉,仔细琢磨宝玉说的话,低下头半天不语。 她觉得,宝玉对自己是真心实意,我无物发火,她还耐着性思劝解,哎,是我错了,错了她不肯赔礼道歉,她绕我弯。 你只知道怪人家,却不知道你今朝惹人难受,就拿今天天气来说,明明这么冷,你倒把大毛胡皮皮尖尖给脱了,要是动着怎么办? 宝玉一听,知道她消气了,自己下台阶便说, 我穿来的,刚才你一生气,我身上一阵燥热就脱了,快,赶快穿上,俩人言归于好。 正说话的功夫,史湘云走了进来,笑着说, 爱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块儿玩,也玩不够,我大老远好不容易来的,怎么也不理我呀。 带玉微微微微笑,我说你呀,偏是咬舌子,还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二哥哥。 回来要是下围棋,你又该闹,腰,爱,三四五喽。 宝玉说 你别学他 学过来赶门你说话 也咬起舌子 史湘云哈哈乐 林姐姐哪都好 就是专挑人家的毛病 自己就是比诗人都好 也犯不着 见一个就打去一个 我指出一个人来 你敢挑他的毛病 我就服你 黛玉说 你说谁呀 就是宝姐姐 你敢揭他的短处 就算你好样的 就算我不如你 他怎么也比你强 黛玉听 微微冷笑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他呀 我哪敢挑他呢 宝玉真怕黛玉说出什么尖刻话 传到宝钗耳朵里 所以不等他把话说完 急忙用话岔开 行了 说点别的 湘云笑着说 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你了 黛玉姐姐 我祝贺你呀 找一个像我这样咬蛇的姐夫 时时刻刻叫你听 爱呀 饿呀 阿弥陀佛 那才是现实现报呢 一句话说的宝玉 黛玉都笑了 湘云转身就跑 黛玉随后就追 追到了门前 宝玉插手 把门框一挡 哎 饶他这回吧 黛玉说不行 我若饶了他 他下回还说我 我非打他不可 哎 别动 湘云见宝玉把他拦住 黛玉出不来 又回来了 好姐姐 让我这回吧 你就多听点 爱饿吧 就在这这 宝钗来到湘云身后 哎 你们两个看在宝兄的份上 就算了吧 黛玉说不行 你们串通仪器 都戏弄我 宝玉说谁敢戏弄你呀 你要不学他 他能说你吗 四个人正难分解 有人来请他们用饭 这几个人才奔前边吃饭 吃完饭 湘云就在宝玉陪同下 到黛玉房中休息 宝玉一直陪他们说笑 直到二更天 袭人来催了几次 宝玉才回自己房中安歇 四日天光一放亮 宝玉又披着衣服 踏着的鞋 来到黛玉房中 见黛玉和湘云 两人还睡呢 黛玉裹着一床红灵被 严严实实 稳稳当当的 祥云睡觉都不老实 把被子只盖到七胸 一把青丝 拖在枕边 雪白的膀子 撂在被子外边 还带着两只金镯子 宝玉点点头 嘿 这祥云睡觉还不老实 回头风吹着了 又该喊 肩膀子疼了 一面说 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 这阵 黛玉醒了 觉得有人就猜这是宝玉 翻身一看 果然是他 哎 这么早跑来干什么 宝玉说还早啊 你起来瞧瞧 嗨 你先出去 让我们起来 宝玉转身出去了 黛玉起来又叫醒湘云 两人穿好衣服 宝玉又进来了 他回神就坐在梳妆台旁边 黛玉的丫鬟子涓血艳 香云带来的丫头翠吕 都进来服侍两位小姐 梳洗 香云洗完了 丫鬟又把剩水倒掉 宝玉说 别闹 我旧事洗一把 省得回去再洗了 说着走过来 弯腰洗了两把子涓 递给的香皂 宝玉说不用 这水里的香皂末末 就不少 不用搓了 洗了两把擦干净 又要点青盐 站着擦了牙 竖了口 见香云已经梳完了头 边笑呵呵的说 好妹妹 替我梳上头吧 我可梳不好 哎 你从前怎么替我梳来的 哎呀 我现在早忘了 怎么梳了 宝玉说今天我不出门 不用啊 带关 不过打上几根伞垫子就行了 妹妹 来来来 快帮我梳了 香云只好拂过她头 替她梳 把四周的短法 编成小辫 往顶心法上归 梳一根大辫子 用红桃子记住 从法顶到便烧 一路是四根珠子 下边再来个金坠角 香云一边编着一边说 这一颗不是原样的 原样的四颗怎么少一颗 剩三颗了 哦 不小心丢了一颗 哦 出门掉在外头了 让人捡去了 黛玉在旁边一边新手 一边冷笑 也不知是真丢了 还是给人香什么袋去了 宝玉也不搭言 两眼睛 看着净架的梳妆东西 她顺手拿起来玩 又顺手沾点腌制 想往口里送 她又怕使香云看见说她 她正犹豫 香云在身后看见了 一手抓辫子 另手啪了一下子 把宝玉手中的胭脂打掉 宝玉为什么这样爱红爱胭脂呢 红在我们中国是最美丽 也是最美好的颜色 它代表喜庆 你看过年过节处处都是红 也代表花朵 也代表美人 美女的打扮就叫红妆 正所谓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红烛物 照红妆 打扮又离不开胭脂 这脂在我国诗词中 联想极为丰富 胭脂 红色 咱们这书叫红楼梦 红呢 是建筑颜色 楼 这是中国古代二层精美的小建筑 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多层封闭式的阳楼 唐诗中 常把红楼作为富家女子 美丽少女住处 且说湘云不让宝玉吃胭脂 就在这阵 西人走进来 一看这情景 知道宝玉在这书洗完了 自己回去 开始书洗 不过心里很不痛快 你说多巧 宝差进来了 哎 宝兄弟呢 西人说 他哪有在家的功夫啊 姐妹们和气 也该有个分寸礼节 也不能黑家白人闹啊 我怎么劝 都当耳旁风 还是不改 宝钗听了 心里全明白了 我真没瞧出来 西人这丫头 倒真有些归中见识 于是坐在炕边上 跟西人谈了起来 他们俩正说话 宝玉回来了 宝钗特别董事 急忙告辞走了 宝玉不理解 问西人 你和宝姐姐说的这么热闹 怎么见我进来就跑了呢 西人说 你问谁呀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宝玉这才发现 西人的脸色很难看 你怎么了 没怎么的 从今后你别进这屋子 有别人伺候你 你就不用找我了 我呀 还是服侍老太太去 说着往炕上一躺 不说话了 宝玉怎么劝 他也不言语 宝玉生气了 回到自己的屋躺下了 假装打呼噜 西人一看 宝玉不理他 有些沉不住气 急忙坐起来 拿过斗篷 想给宝玉压个脚 谁知道刚往上一放 呼的一声 宝玉把他周到一边 还是装睡 西人冷笑的说 你呀 也不用生气 从今后 你只当我是哑巴 我再不说你一句 宝玉坐起来 我怎么了 你要劝我 你就劝吧 方才我进屋 你不理我 拿话 噎我 假装睡觉 这会儿你说我生气 我根本没听见 你劝我的话呀 西人说 你心里真不明白 那我就说 姐妹相处 应该有个分寸 也不能 没黑天 没白日的瞎胡闹啊 一早晨就没眼了 我去找你 你没看见呢 就在这儿 贾母派人 叫宝玉去吃饭 宝玉出去了 胡乱吃了半碗 又回来 进屋一看 嘿 西人躺在外头 炕上呕气 摄月在一旁边摸骨牌 谁也不理他 他一堵气 回到自己屋里来 心想 你们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摄月跟了进来 宝玉推他 我不惊怒你们 你走 摄月没办法 出去了 又派几个小丫头来 给宝玉倒上茶 宝玉歪在床上看书 一抬头 发现有个小丫头 在地上站着 有点眼声 却十风水灵秀丽 你叫什么名字 叫惠香 谁给起的 原名我叫雲儿 是花大姐给改的 我看最好 该叫惠气 你们姊妹几个 四个 你行几啊 行四 改名个就叫四 四不被什么惠香 拦气的 你们哪一个能比上这些花啊 无故玷污了好名好姓 一边说着 他喝着茶 看着书 这一天 也没和姐妹们打闹 心里闷闷不乐 有事只叫四 四聪明乖巧 见宝玉用他 更显得亲近 谈话中 他才知道 跟宝玉是同一天生的 就说了句笑话 我妈说了 同一天生的 日后变成夫妻 就这句话可惹了大祸了 怎么 习人在外边躺着呢 他可没睡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好啊 四啊 趁着我不在 你竟敢跟宝儿爷这么放肆 我看你是找死 道路 谢谢大家